下雨 因為未熟悉環境 就變得很容易掉落 一滑 車好像不受控制 人好像被車一走 被人彈了出去 那時候又忘了保護頭的位置 變得很痛 之後也起床 由之前兩年多沒有參加比賽 到一個月內我們能參加兩場比賽 其實很開心 學到很多東西 到今天參加兩場賽事 我覺得我們沒有選錯 而且很幸運 很多朋友幫忙 這次我們參加SIC Ovalier Junior Championship 叫做小朋友組別 參加過年齡 都是8至12歲的小朋友 其實非常專業的比賽 他四歲開始 到現在九歲 我們都練習了四年多 真真正正去賽車場 給他發揮 其實這次是第一次 我們參加佛羅交易第一場 都是開始抱著一個 讓他試試參加大型比賽的經驗 但這次比我想像中的對手 其實都很強的 他真真正正落到賽車場 還有我們平時練習其實是有一段距離 因為香港始終沒有賽車場給我們練習 所以他未能夠發揮到真正賽車場 那個線位的利用 還有很多時候賽車場 因為都要偷到一些漂亮線 你就可以早些給油 但是到小彎來說 其實他都有他的優勢 因為我們平時在香港練習 即是S彎 即是很多動作連貫性的彎 其實在彎裡面都可以追到他們 因為我駕駛完第一次 真的變成知道了 看完真實別人是怎樣入彎 出彎 變成我自己學習了他的東西 我就可以快一點 我們是有少許失望的 因為第一場佛羅交易站比賽 兩個回合起步 吉利子鬆得太快 所以車死了 這件事是我們比較忽略了 我沒有想過他當時會緊張到 連鬆吉利子起步都會死火 因為吉利子太緊張 只顧著燈 兩個回合都死火 而且那時我對他很失望 我兩場都起不了步 很傷心 然後燃起了夾鬥心 慢慢追回去 變成追回帖 經過佛羅交易站 他起步失敗之後 因為我們回來香港一個星期 然後我們再練習這件事 然後第二站我們去雪邦回來 他兩場起步都沒有問題 他就告訴我 克服到緊張的心情 因為我們回來也有練習吉利子的起步 因為吉利子起步都要有一個技術 不可以鬆得太快 那就改善了這件事 因為你一定要直路要伏低一點 等沒有那麼多風阻 所以快一點 其實之前第一場比賽 因為他其實都沒有什麼直路扭有的經驗 其實他直路都是圍處 因為出彎就是這樣 直路都是這樣 第二場就告訴他 其實他現在直路 都會退後一點點 屁股 再這樣修 直路可以這樣修復 其實他是一張白紙 你告訴他他 他就知道 因為其實香港始終都沒有直路 給他練過 還有第二場比賽 他那個彎位 線位都可以拿得盡一點 其實他這個階段 需要更加多實戰經驗 以及更加多跟對手格鬥 以及多些在賽車場裡練習的機會 如果單靠在香港沒有賽車場這樣練習 其實比較困難 因為看到對手的水平真的非常之高 可以說為馬來西亞和印尼的水平 已經跟日本差不多了 其實我對欣傑也有信心 因為我看到他有一個鬥心 而且你說完的話 他可以即場改善出來 但是我們就需要更加多的時間 在跑道那裡令到他可以成長 第二次因為我記得上次的失敗感覺 變成這次想 一定不可以再這樣 否則會對自己很失望 然後就起步 他是全世界我覺得是辦得最好的賽會 因為他們有現場直播 和車手都會一個獨立的房間 給他們換皮 維修站裡 只可以一個家長和小朋友做車 因為他們不想很混亂 基本上那些家長都不會跟著他 他們會有一個外籍的健身教練 跟他們做一個熱身 大概15分鐘左右 熱身之後 然後那些小朋友就自己會穿皮 全部都自動自覺 就不需要那些家長去幫忙 給了那些小朋友 會有一個自主獨立性 因為不會整天什麼都依賴家長 還有他們賽員回來 都不會馬上拿個電話出來看 其實很多車手 回到維修站那裡 都是拿回一張賽道紙出來 想想自己駕駛怎樣 以及坐在那裡會思考 這件事我們都要學習一下 我們是去比賽 我們不是去玩電話 不是去看電話 所以我們要更加專注 回來之後我們要賽後檢討 明年都會繼續參加馬來西亞 OVARIO Championship 大概有五站 我們會定個目標 希望明年在馬來西亞 可以入到頭五 我相信應該可以